台中县议会第18届第二次定期会 10月28号上午开议 会期到12月10号结束 一试日程排定 10月29号县长施政报告 县府报告上次大会议决案执行情形 县府各单位工作报告 30号到11月10号上午进行县府各单位工作检讨 11号到20号上午为县政总咨询 下午分组审查及搜集资料 三读议案第一读会 县府共提案7项自治条例 其中台东县道路管理自治条例 议长劳沁林决议退回提案 表示建设处必须先与乡镇公所代表会协调沟通修正后 待下次定期会再提出 其余6项条例通过代二读审议 刘宇轩 刘瑞文采访摄影